大家好,我是聪欢,今天来做一个香辣鸡丁 首先取两块鸡胸肉,块头大的话,一块就够了 分别把上面的油脂去掉 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长条 最后切成大小适中的小块 和平常吃的鸡米花大小差不多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倒入适量的料酒,三克左右的盐 两克的白胡椒粉 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20克左右的土豆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 再分别把青红辣椒切成辣椒段 再多一些姜蒜末备用 接着再调一个汤汁 碗中加入两克白糖 倒入五克的生抽 三克老抽 再加入三克蚝油 入三十克的清水 再倒入三克的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把拌好的鸡丁炸一下 锅中加入适量多的油 烧至七成热的时候 依次把鸡丁放入锅中 中间要不停地翻动 鸡丁炸至微黄 捞出来装入盘中 锅中留少量的底油 放入姜蒜末炒香 再加入切好的青红辣椒段 翻炒十秒左右 倒入炸好的鸡丁 翻炒均匀之后 把提前调好的汤汁倒进去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香辣鸡丁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鸡丁 口感滑内 香辣下饭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葱花 喜欢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